文字幕君 現在示範 填充式胰島素注射筆的使用 首先準備用物 包括 筆形注射器 卡管胰島素 鼻型注射器針頭 酒精棉片 針頭收集筒 以及胰島素注射劑量及時間表 接著操作的步驟首先為洗手 接著打開藥物外包裝 檢查藥物的保存期限 然後藥水是否變質 藥瓶有無裂痕缺損 接著拉開注射筆的外套 將筆試小管卡夾套轉開 將螺絲輕推回歸原尾 接著把卡管胰島素的細端 放入筆試小管卡夾套 將注射筆本體 對準筆試小管卡夾套 套壓入 然後將注射筆本體 轉進筆試小管卡夾套 直到密合 若是溫濁的胰島素 請確實混合胰島素 放在手掌上 來回小力滾動10次 再反轉注射筆10次 以酒精棉片 消毒 注射筆頂端的橡皮磨醋 撕開筆形注射器的針頭保護片 讓針頭和筆針成一直線 插入針頭 順時針旋轉 到底鎖緊 移除外蓋 及內蓋 接著排除空氣 初次使用時 設定兩單位劑量排空 之後每次使用 以一單位劑量排空 讓針頭朝上 清彈藥水夾 使空氣集中於頂端 按壓注射鈕 使藥水制針頭 滴出 及完成排氣動作 接著設定管制針頭 接著設定劑量 將劑量設定 扭轉到處方劑量 將劑量設定扭轉到處方劑量 如果劑量設定過多時 可直接回转至以更正计量